蓝湛这事后悔入宫了,魏无羡没想到蓝忘机夜半时分不睡觉,跑出来院子向天倾诉的居然是后悔入宫的心情,为何会有此疑问?魏无羡小心翼翼地问。 选秀那日你曾说过,你并非是自愿。 蓝忘机的话就像一桶冷水从魏无羡的头上淋下,他居然忘记了,蓝忘机当时并非是自愿入宫的。 从头至尾,与他接触的人都是魏英,他只是感受着蓝忘机对自己的态度,来评断蓝忘机对皇上的想法,但是他却忽略了,在蓝忘机的心中,他与皇上是两个不同的人,魏无羡的沉默,让蓝忘机的眼底蒙上一层哀伤,或许是浅瞳的缘故,那双眼睛并没有露出平常人对于假设性问题的答案带来的期望。 蓝忘机只是借着这个问题,确认魏无羡对皇上的心意,就算答案在几日前,他便已经猜到了,他不愿与魏无羡为难,随即放松了表情道,不便回答便罢。 蓝战,魏无羡见不得蓝忘机如此故作坚强的表情,还想多说几句话,静世外便传来轮值侍卫的声音。 何人在宵禁之后,还在宫内游荡。魏无羡已经,他可不能被宫中巡视的侍卫看见,现在他最怕听见的,就是皇上吉祥四个字了。 蓝,蓝战,这次我可没带何人的旨意来,要是被发现,怕是连我也要禁足了,你的寝殿先让我避避。 魏无羡说完,转身就想往蓝忘机的寝殿跑,但是他才转过身,周围突然被一股檀香包围,脚都还没跨出一步,腰间便凌空多出一只手,下一瞬,他的脚便悬空了。 连惊呼的声音都还没发出,魏无羡的脚便踩着了十处,但是眼前的画面却从茂密的院子变成了广阔的天空。 蓝忘机带着他,上到了屋顶。哇,魏无羡这才惊呼了一声,不过他赞叹的是蓝忘机的身手。 蓝忘机却以为是自己的举动,吓到了魏无羡,抱歉,寝殿位置偏远,要躲避巡视的侍卫,此法最佳。 他边说边放开了自己的手,此时此刻的他,已不适合再与魏无羡如此亲近。 可魏无羡的心里,却没有蓝忘机如此这般的弯弯绕绕,那股好闻的檀香味不断地吸引他靠近。 你别撒手,我腿软,随着气味逐渐变淡,他索性将整个人扑在了蓝忘机的身上。 身上忽然爬上一只八爪鱼,蓝忘机还没收回来的手,又只能再次扶住了魏无羡。 计谋得逞的魏无羡,低着头忍不住窃喜。 方才还有声音的呀,怎么一过来连个人影都没有,底下传来侍卫的声音。 就说你是听错的吧,这里是静氏,皇上下禁令的宫殿,无人能出,无人能进。 没看整座宫殿都没点灯,里头的人肯定都睡下了。 不是人,那莫非是。你,你在此少威严耸听了,夜巡的人还怕那玩意儿啊,声音的距离快速地拉远。 直到最后一个字落下,整个皇城又恢复了夜晚该有的宁静。 扑你说,那两个侍卫,是怕那玩意儿还是不怕,似乎是望了上屋顶前他们还在谈论的话题。 魏无羡极其自然地扒在蓝忘机身上,谈论着方才两个侍卫带来的话题。 你能站稳了?不能,腿抖着呢。 魏无羡近乎是无赖的道。 蓝忘机表示无可奈何,他虽私心地想亲近魏无羡,但李树告诉他不许任性妄为。 他看着底下,先带你下去。 别下去了,上头风景好着呢,你看那月。 魏无羡说到一半没了声音,蓝忘机顺着抬头看哪来的月亮。 可,是说,我从没在如此高的地方看过皇城。 可,是说,我从没在如此高的地方看过皇城。 风景还真不是一般的美呀。 魏无羡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挂在人家的身上。 头靠得舒舒服服的,就赏起夜色来了。 蓝忘机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 但是他知道,不能让魏无羡一直抱着自己。 坐下吧,这样或许会好些。 蓝忘机弯着腰,让魏无羡能坐在实处。 但是他都撒手了,他身上的手却没有放开。 先松手,不松,松手我便滑下屋顶了。 见蓝忘机三番四次地让他松手。 魏无羡干脆再下一铁猛药,他用力地绷紧身体, 直到身体产生轻微的颤抖,不只怕。 我还冷呢,你就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吧。 这铁要下的确实是猛,猛到让蓝忘机想起 上次听见魏无羡说这句话时的景象, 玉兰树上,枝叶之间,两相遥望,一眼万年, 树上少年的潇洒,自以不及。 眉眼之间流转的情绪唯独没有恐惧, 你机位高,那日如何上的树。 惨,蓝湛肯定是想起他们出见的场景了。 我,我那会儿爬上去的时候没看仔细, 上去之后便下不来了,才会让你瞧见我在上头的。 魏无羡张口就帮自己搭好了戏棚, 不过随即想到的,就是蓝忘机那时的反应。 不过你可别说什么,我有办法上去, 便有办法下来的这种话, 也不存在那种不过吉尺,摔不死人的那种说法, 这回可是你带我上来的,你得对我负责呀。 魏无羡说得极快, 深怕蓝忘机又放他一人不管, 蓝忘机没想到, 魏无羡居然记得他那时说过的话, 不会。 不会什么? 魏无羡抬头, 望着那双灵动的双眼, 蓝忘机再次提醒自己, 不要再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 随即换了一个话题, 今夜既无任何人的旨意, 为何又来静视? 我我想来就来了, 魏无羡悄悄地观察蓝忘机的表情, 你不喜欢我来找你吗? 四目交接, 其中像是有什么情愫在流转, 蓝忘机一开视线, 并非, 我是怕怕, 怕我受静视牵连, 魏无羡扬起一抹微笑, 放心, 我才不会有事儿呢, 我的背后站着的可是皇上啊。 蓝忘机垂下眼帘, 是啊, 他跟皇上可是同宗同缘, 除了姻亲关系, 现在又多了嫔妃的身份, 那是怎么样都罚不到他身上的, 还是先想想自己后面该如何完成省亲前的事? 看见蓝忘机沉默, 魏无羡心知他心里有事, 这无赖也有些耍不下去了, 拉着他坐在自己旁边, 你今夜为何会一个人在院子? 想什么呢? 蓝忘机思索了许久, 觉得跟眼前的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应是无妨, 便开口了, 我想见皇上一面, 怎么突然想见皇上, 魏无羡心跳漏了一排, 有些惊慌地看着蓝忘机, 不是真的想去求他放他离宫吧? 我想与他谈谈禁足之事, 当务之急, 就是要先解除禁足, 没办法出境事, 他是任何事情都做不了, 这,这件事情啊, 魏无羡松了心中的那口气, 那啥的, 上回太后有向皇上提起, 皇上没有反对, 应该这两日, 旨意便能下来了, 他自己差点都忘记了, 要解除禁事的禁足, 惹得人家都后悔入宫了, 再不好好刷刷蓝忘机对皇上的好感, 等到身份曝光, 蓝战怕是不理他了。 这是帮助禁足事为初 Blizzard入宫 тем眼知情価方患战怕是由于已在那帝 因为风险的禁足cia用日常 他的鼸领熟